生肖猪,属猪的人2月27号发财日,运势惹不起,富贵来袭,中大奖发横财,赋予殷实,只要将精力投入到本职工作上,将会获得相应的回报,而且他们有吉星高照,不仅财运亨通,同时还能外出遇贵人,能够得到观音的保护。 今年财运大涨,好运来袭,生育场上进货顺利,客户多横财望他们运势越来越好,不光横财如雨倾盆下,而且大奖小奖不断,财员广进,生活富裕,财神也会自动找上门,恰是财运当头的好时机。 2.FJPG 生肖牛 属牛的人做事情比较圆滑,知道在什么场合应该说神魔话做什么事情,偶尔会表现出真诚来令人很欣赏。 2月27号发财日,运势惹不起,富贵来袭,中大奖发横财,大发特发,令人羡慕。 未来几个月属牛人都是贵人得地之运,好好运用,就能在今年收获大财,甚至还有中大奖的意外惊喜。 3.生肖狗 属狗的人2月27号发财日,运势惹不起,富贵来袭,中大奖发横财,存款过八位元素,做什么都很顺利,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对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意都有很好的发展。 财富进账颇多,极有可能发大财,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一个大富大贵的人,带领全家过上好日子,生肖马,属马人的压力不少,为了一年的目标酝酿机会,而当到了27号属向马适应今年的运程。 3.在生活中找准突破点,在职场上站稳脚跟属马之人乐观的心态再次被点燃,让他们每日笑盈盈,走到哪里都带住一股正能量。 同时在运势上,时长有一顺百顺的现象,属向马运势翻转,不仅财运亨通生财无数,还能让家人跟住一起过上好日子,朋友之间的来往频繁,贵人到来,让其财运更加广阔。 3.生肖鼠,鼠鼠的人头脑精明,很有想法,沟通能力强,思路也开阔,能够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拥有很好的发展潜力。 2月27号起他们出门迎财神,财运亨通,正财偏财滚滚来,运势亨通惹人线,抓住机会,还有大奖砸重头,收入随之升高,财富翻倍,从此衣食无忧,生肖蛇,鼠蛇的人天资聪颖,精力充沛,能力出众, 他们善于交险,是智慧型的人才,能在新的环境里很快混得风生水起。 2月27号起他们得财神庇佑,天降横财,好运难当,财员滚滚进家门,意外收入高涨,还有贵人指点迷津,打开赚钱门路,过上富裕安乐生活, 必能名利兼得,生肖虎,生肖虎熬到正月,关禄宫正好有一颗喜得吉祥星闪耀, 所以好运的影响有望摆脱早期贵族的许多波折,并且他们已经在生活中受了洗礼。 当好运来临时,好运就溜进了门,抓住这个好运,财运如全,人生很美好。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属虎年的朋友来说,接下来会有一些非常宝贵的外派机会,有利于提升自己。 同时也要知道平时要多放松,不至于变得压健康,放弃也不难。 但坚持一定很酷,我相信经过不断的奋斗,未来没有人能活下去。 十二生肖马,正月一到,借恶功就得到龙德和天通的幸运星进门。 机会来临时,财运大增。 如果真的抓住这个机会,当好运到来时,桃花运望,财源滚滚,财源滚滚,全家平安健康。 另外,对于少数数马年的朋友来说,工薪族的工资待遇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会直线上升,生活水平也会提高。 同时,他们也应该意识到自己必须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理性消费。 成功,通过不断的奋斗,未来的生活会在不断的奋斗中变得更美好。 十二生肖中的猴子,猴入正月,收银员有文昌帝界的幸运星进门。 门一直在呼唤,如果你真的抓住机会,大运来的时候,押金翻倍,就有发展成功的机会。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猴年出生的人来说,可能是财运带动桃花,少数人有桃花的喜悦。 对于正在考虑脱单的人来说,如果想要尽快脱单,就应该加强自身硬实力的修炼。 生肖蛇 生肖蛇的人心思很重,看上去比较冷,心里有什么事情也不会跟别人说。 就算是在困境中,他们也不会放弃,非常的坚强。 在2月252627日,这是生肖蛇的发财日,他们的命宫中将会有吉星的庇佑。 整个运势处于暴涨状态,会中大奖发大财,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的机会了。 未来肯定可以才气亨通,不用为了钱去烦恼,祝福你们了。 生肖蛇的朋友,生肖羊。 生肖羊的人性格温柔,做事请仔细认真。 别人交代的事情都会去办好,他们的人缘很好。 不过他们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利用,因此吃了不少的苦。 在2月252627日生肖羊的人命宫中将会有天极星照耀。 整个运势上涨,必能得到贵人的相助。 发横财中大奖,日子也会越过越轻松。 在自己的努力下,你们将会钱财不断,心情非常的轻松。 不过生肖羊的朋友要注意了。 你们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健康问题。 忙于工作也要注意休息。 祝福你们了。 生肖羊的朋友。 生肖虎。 生肖虎的执行能力很轻。 2月252627日财运飙涨。 发横财中大奖。 大富大贵。 但是他们的领导能力更强。 从小就是一名领导者。 他们能通过自己的能力让身边的人信服。 所以他们注定成为领导。 不管是在工作还是自己做生意。 他们都能收获成功。 走向成功。 生肖鸡。 属鸡的人今年运势飞升。 聚福平安。 春节之后得贵人辅助。 会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他们从不惧工作中的困难。 评级积极地运作努力。 2月252627日财运飙涨。 发横财中大奖。 大富大贵。 收获丰厚。 在今年会有更大的辉煌。 在每一个阶段。 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助不同收获。 有的人在这个下半年能够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 不断进取。 再加上好运的帮助之下。 能够取得大丰收。 顺利成为人生赢家。 有的人也许你的行运已经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下级。